现在双方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菲律宾队率先发球 12号是卓尔传古斯曼 上来中国队一传到位 胡敏远打了一个背块 胡敏远在昨天同越南队的比赛当中 全场发球拿到了5分 篮网拿到了4分 总得分是16分 今天中国队倒轮次了 是从第五轮开始打起 在轮次上做出了调整 手发阵容并没有变化 菲律宾女排的主教练是梅内赛斯 好球 中国队篮网得分 由于菲律宾队的身高不是很高 所以这支球队对于伊传的到位率 以仗的是比较高的 刚才4号位的拉开是一个高拉开 球速并不是很快 而中国队有足够的时间参与并篮 23号加篮扎 这个就是我们在比赛刚开始的时候提到的 这支菲律宾队的核心进攻人 他的身高是1米70 今年25岁 吴梦杰的遗传没有接好 菲律宾队这是他们小组赛的第二场比赛 昨天菲律宾队是休赛了一天 第一场比赛是0比3输给了越南队 一场不错 快攻没有打死 中队队有下篮网 菲律宾队的这个后排防守啊 还是有一定的能力 对中国队要耐心 吴梦杰高点强攻 打手出界 相信这场比赛面对身材并不是很高大的菲律宾队 中国队在金工端也做好了困难准备 即便我们在网口上具备一定的优势 但是我们三个边攻都是青年队的队员 在整个的力量上还不是很强 所以要做足多板攻的准备 刚才这个回合球中国队打得不错 吴梦杰在昨天同越南队的比赛拿到了17分 其实他前两局表现得还不错 但是第三局和第四局受遗传的影响比较大 开场之后中国队已经有两个发球失误了 菲律宾队拿到的这三分当中 有两分都是中国队的发球失误 所以刚才镜头也交代给了框琪知道 六号是复工帕纳加 28岁 好球 掉得很清楚 吴梦杰这是一个自接自扣 自己接完一传之后上来准备四号位的进攻 现在吴梦杰轮转到了后排 庄宇山到了前排 四号位平拉开 菲律宾队过球失误 18号是卡罗斯 菲律宾队想请求鹰眼挑战 挑战打手 开场之后菲律宾队主动进攻得分很少 在网口上的实力不是很强 或者说是开场之后还没有发挥出来 今天这支菲律宾队首发的自由人是 11号阿迪恩扎 这球打到了狼王手 菲律宾队挑战成功 这18号卡罗斯自己心里边也挺没底的 7号谷马宝 今年30岁 身高1米75 球上得不错 这支菲律宾队抓住了一个反击 5球没有抛好 这种跳飘球啊 第一步首先要把这个球给抛好 如果球抛的太靠后的话 会影响自己的跳飘 1米92的副攻曹婷婷 球发的还不错 菲律宾队的18号主攻卡罗斯 他以斜线为主啊 在4号位的高球突破 主要是以斜线为主 球的力量打得比较重 这种球前排通过篮网是很难的 需要后排的防守 这是一条大斜线的进攻 现在卡罗斯轮转到了后排 4线举棋 适宜这球界外 这个慢动作一看 这球可能是压线了 菲律宾队请求了应援挑战 挑战成功了 这是一个界内球 开场之后 菲律宾的两次应援挑战 全部成功 从而把比分也追到了7比7平 好一传 中国队拦回 菲律宾队这球组织的有点牵强 送了一个远往的快球 3号复工多明哥 想快抹一个回手线 球直接打出了界外 中国队8比7领先一分 来到第一局的第一次技术暂停 从这场比赛开始的这几分来看 菲律宾队的后排技术还是比较细腻的 尤其体现在防守上 这种长线的进攻 很难去突破菲律宾队的防线 所以进攻队员要耐心 每支球队的特点不一样 由于菲律宾队的身高不是很高 所以他的后排技术肯定要下很大的功夫 但是他们的王口上的优势并不是很明显 所以即便是菲律宾队后排防守起球 我们进入到防守状态 我们的篮防也要从容 双方回到场上继续比赛 来自江苏的坚硬周叶彤发球 这种球可以防起来 3号复工多明哥的一个调球 这球没有打上 中国队的坚硬周叶彤 在昨天同越南队的那场比赛当中 有非常高光的表现 他个人拿到了27分 尤其是在困难的局面下 非常敢于发挥 菲律宾队无功 18号卡罗斯想把这球处理的更有攻击性 他想推一个前驱破坏我们复工的跑动 但是要求太高了 有点脱手 没有过往 庄宇山 对 自由人来上好球 吴孟杰冲进来打了一个短球 缩短一下扣球的线路 也是一个战术球 这个落点打得就比较浅 所以后排防守难度是非常大的 菲律宾队请求了暂停 这是菲律宾女排第二次参加 女排亚洲杯的比赛 2018年 女排亚洲杯菲律宾队是获得了第九名 今年是以东道主的身份 获得了参赛资格 2018年 女排亚洲杯小组赛 菲律宾队是3比1 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 2比3输给了伊朗队 2比3输给了澳大利亚队 10比8 中国队领先2分 好发球 这球许佳南防得不错 双方都在拼这种阵地式的防守 菲律宾队无攻 快攻准备了 在这个回合球当中 中国队打得很耐心 其实对方都是 武功把这球给送过来 我们耐心的上好球 其实是在 演练自己的战术和进攻组织 周晓彤后二打手出界 11比8 菲律宾队卡轮了 虽然这个球中国队没有防起来 但是许佳南在场上的这种专注度还是很高的 脚步很快 他的身高是1米67来自辽宁的一位自由人 吴孟杰拐直线 好防守 胡敏元的防守 刚才胡敏元防了菲律宾队一个战术球 菲律宾队一传到位打了一个前交叉 一对一 这个球被胡敏元后排防守顺手线给防了起来 随后吴孟杰的反击进攻 帮助中国队拿到了这一分 吴孟杰已经找到了进攻的手感 这段时间在四号位频频得分 队里宾队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二次散停 开场之后 吴孟杰四号位频拉开 下球率并不高 现在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 吴孟杰的进攻点往里收了手 冲进来去打一些短球 成效还是非常明显的 另外如果网口上是高达矮 这个二传尽可能地要把球立在网口 这样的话才能够在网口上 完全发挥出来我们的高度优势 球一旦开网的话 进攻队员会以长线为主 这样对方的防守队员防起来的话 也会比较容易 14比9 中国队领先5分 好球 中国队的狼网再得一分 这是菲律宾队暂停回来之后 场上的这一分球也很关键 直线防得不错 坦头球有点可惜没打 中国队再打快攻 好球 吴孟杰又是一个短球 你看今天开场之后像这种来回球 最后得分 往往都是中国队 所以这场比赛 中国队在赛前把这个心态的调整 做得很到位 第一局已经来到了第二次技术暂停 对 对 对 你再来往的别的事儿了吗 对 不信心抓 不要这个不要要求 就是连贯连贯连贯 就是连贯 前后 前后 他想过你篮王手 他要通过高度 后取球 六号位一个人就够了 剩下就是边边角角的 八起高 叫大人活很从容的去打比赛去 我忘记 你得有五分给主队才行 别靠别人 靠自己 来 别走 昨天中国队和越南队的那场比赛 相信看过这场比赛的各位观众 应该都会有一个感触 就是我们的复工进攻没有打出来 刚才在这个暂停的时候 主教练框琪知道 其实更多也是在跟我们复工去进行沟通 复工对自己也有挺高的要求 但是对方的这个防守 确实也是比较有能力的 不能着急 主要是连贯 好球 吴孟杰快抓了一个长心 17比9 中国队这个阶段越打越好 菲律宾队后排的这个主攻 18号卡罗斯防守能力挺强的 起了很多球 一传到位 菲律宾队还是打三号位半高球 一个交叉的战术球 帮助队伍度过了这一轮 23号加篮扎接应 吴孟杰这一次四号位进攻失误了 直接扣除了界外 真敢下手 十八号卡罗斯非常敢打 像刚才这种开网球 中国队前排没有篮网 往往这种球后排通过防守 是可以防的 不过卡罗斯很敢下手 打了一个中线 庄宇山没有防起来 这种球如果他再打一个的话 前排就要参与篮网了 耐心点 我还跟你讲 你给他五分你也不一定赢 现在 你就往高起 我就打一个四号位调整 我别不打了 你们打到现在都打人手上去 明白吧 你只要打到手上去 他就生一个小粉宫了 大家安 严调 中国队刚才是请求了 第一局的第一次暂停 主动叫的暂停 换句之道还是非常谨慎的 因为我们队伍比较年轻 所以场上的每一分都有可能是转折 中国队17比12领先五分 两支球队现在都在打主攻 中国队打的是吴孟杰这一点的进攻 菲律宾队打的是18号卡罗斯 菲律宾队再挑战 挑战这个进攻的落点 战内球 菲律宾队挑战成功 第一局菲律宾队的三次阴远挑战 全部都成功了 刚才是18号卡罗斯的直线扣球 球落在阶内 存在的这一个远备 15号卡罗斯的直线扣球 然后还可以跟冲存 可费备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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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 特线扣球 对 黄菲律宾队だ 抓住了一个防反球 打了一波小高潮 把比分追到了14比17 中国队又叫暂停了 一直在打努力 先闪一船 武打 哈哈哈 知道这么打了吧 知道 知道不好打吧 没关系 没事 vernioso 3、2、2、2 这支菲律宾女排平均年龄是27岁 和泰国队是平均年龄最大的一支球队 年龄代表的是一种比赛的经验 从菲律宾的支撑 23号主攻加篮扎 等级传不错 中文队保护起来 再组织 好球 这位同后二直线 我们这边的自由人许佳南 也防了一个 双方对攻 最后等到了菲律宾队主攻的失误 18号卡罗斯 他一旦面对中国队形成的双人集体篮网的话 这个变线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强行打这条斜线 球打出了界外 中国队渡过了这一轮 二传孙海平发球 孟梦杰在四号位又帮助中国队抓住了一个反击 19比14 另外中国队的许佳南啊 他在后排的这种防守 不单单是能够把这个球给防起来 还能把这个球给送到三米线之内 让我们去组织高质量的反击 防守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取位非常准确 这球菲律宾队一传到位 卡罗斯冲进来打了一个短球 抢了一条中线 菲律宾队换人发球 换上了13号主攻手卡耶塔诺 今年32岁身高1米68 发完球还有一轮防守 好球 对方无功送过来 曹廷宾三号位快球 终于打中了 我们的二船和复工能配上 但是下球率不是很高 这是跟对方的防守的取位 也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需要通过小组赛的比赛 再去磨合 不能操之过急 因为在排球场上 这个复工跟二船是最吃配合的 技术席可能又出现了一些小状况 这二财跟工作人员在进行沟通 吴梦杰的发球 好球 庄宇山四号位平拉开反击 庄宇山虽然他身高不是很高 只有一米82的身高 但是这位主攻手是比较全面的 四号位扣球有一定的速度 移动机 吴梦杰虎 中国队22比15 中国队22比15 亚尔加斯 第17位 Romas Vargas 菲律宾队换主攻 换上了17号 瓦尔加斯 第17位 亚尔加斯 第17位 亚尔加斯 后排发球的是 二传手 奈格里托 刚才 这是一个两点换三点 用瓦尔加斯上来打接应 壮尔加斯打得很释放 这个中线非常敢打 小将在初登成年赛场 就需要有这样的魄力 中国队换人发球 章心如 好球 张宇山的斜线再得一分 也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24比16 第一局两位主攻发挥的不错 最后一分 越南队是直接飞一船 这样的话 25比16 中国队是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两支球队第一局打的还是比较精彩的 第二局的比赛终于要开始了 中国队率先发球 主攻手庄宇山 还是从第五轮开始打起 许家团队是球队的节奏上的非常好 对 吴孟杰四号位的反击 第三局第二棺北 umen大下 2 二 2 3 赌多少 5 赌多少 1 2 5 第二號位之後傳了一個三號位半高球 23號加藍扎 菲律賓對他們的主攻和接應區分的不是很明顯 這主攻也能打接應 接應也能打主攻 18號卡羅斯變線了 這球打了一個大斜線 我們自由人士在腰線上取位 接外球 我們場上隊員也在互相提醒 這個飄球是發出了接外 看看紅米園的這個發球輪 18號卡羅斯拐直線 第一局這個18號主攻手卡羅斯 就是菲律賓隊的核心進攻人 他這一點的得分也不少 第二局對於他這一點的進攻 我們這個籃防還是要投入更多的精力 中國隊一場保障的還不錯 中國隊一場保障的還不錯 卡羅斯反擊 在4號為拐直線又打中了 他是一個典型的情緒化的球員 他現在情緒非常高漲 所以也帶動了他技術的發揮 很敢打 所以他也很敢變線 好球 這個進網球 吳孟傑打得很果斷 這球可惜了 打 球投下 當注意致上 打 球投下 打 球投下 點讚 氣球投下 這球可惜了 打球之後變現了 就不夠好 许丹丹在最后 那一脚没有蹬出去 这防守还是很拼的 中国队这边一传到位也打了一个战术球 21号周叶彤打了一个前交叉 能打这种战术球打交叉的球员 说明他们的身体的协调性是比较好的 对上部的步伐有比较高的要求 现在卡罗斯轮转到了后排 好一传 再打一个交叉 中国队今天组织的这个后攻 在我印象当中是开场之后的第二个 前排三点攻 利用前排三点的掩护加后攻 但是吴孟杰的后攻的线路打得都比较长 所以对于菲律宾队的后排防守队员 来讲这个防守的难度不是很大 刚好又扣在了自由人的防守区域 菲律宾队抓住了一个反击 中国队第二局开局现在落后三分 好球 我们的攻守需要用他们的表现 来获得二传的信任 其实打这种身高不是很高大的队员 其实就是复攻这一点的进攻 是很有效的 开场由于复攻这一点没有打开 所以孙海平还是以两边的高球组织为主 反过来看菲律宾队这个复攻的能力 就不是很突出 他们的复攻只能打快 因为身高不是很高 球一旦传得不好 就很难去调整处理了 6比7 周月彤处理得不错 曹婷婷上手传给周月彤 这球很明显你看他掉头了 在网口的时候球迅速的下落 没有办法打 但是周月彤处理得不错 中国队把比分追平7比7 曹婷婷继续发球 曹婷婷打后二 打手出界 这样的话8比7 菲律宾队领先一分 来到了第二局的第一次技术暂停 第四局的第一次技术暂停 第一次技术暂停 刚才bing 至于 好 好 好 成立了 菲律宾 亚非 菲律宾在场上把这个比赛打得还是很松弛 很欢乐的 很享受比赛 好 双方回到场上 比赛继续 今天中国队的一传 接的是真不错 菲律宾队的主攻 这是23号加篮扎拐直线 球直接打出了界外 菲律宾队又挑战了 挑战打手 没有打到手 菲律宾队这一次的挑战 没有成功 8比8平 现在开局 已经过去了 已经来到了第二局的中段了 看看能不能在中段 把这个分数给抢上来 周月同学说 这是我们场上唯一一位 跳发的球员 中国队反击 两位自由人斜线防的 都很有心得 最后吴孟杰的后三进攻 借手 帮助中国队抓住了这个反击 从而把这个比分也反超了 虫顶难zo 默车 доп 吴孟杰主动的一个变化 好球 23号主攻加兰扎打了几个斜线 打不下去之后 就果断造平打了 开始抢中线 几点抢中线 12号二传古茨曼 这是菲律宾队的一个失误 中国队换人了 换上了17号二传手徐晓婷 发球的是主攻手张雨山 今天菲律宾队的三号位 这球几乎就没有打过来过 很少 它还是以两翼的高球突破为主 放一个单人篮网 在三号位就可以 拦住了23号加兰扎的一个交叉球 一传半到位 这球防得多到位 吴孟杰高点他就有中线 但是庄宇山因为他身高不高 所以进攻以斜线 匕首线为主 吴孟杰来到前排之后 因为他有一定的进攻点 所以他就能去抢这条中线 中线对于防守队员来讲 防守难度会比较大 菲律宾队也请求了暂停 卡轮了 那呗 那呗 放一共 tou 有 你 你 12比9 8比8平之后 中国队打了菲律宾队一个4比1 暂停回来之后的这个发球还是有一定的经验性的 庄亦山经过一个节奏的改变之后还想去冲发球 想发一个后驱球出现了失误 中国队换上了4号主攻手王亦凡来自广东 也是队长 调球跟进防起来 王亦凡替补上场只有拿到的第一分 通过慢动作来看看他这个球 倒手腕了 就面对中线最后手腕一撇 侧包球撇了一条斜线 所以对方形成了一个破坏性篮网 这球二残应该是吹了 中国队前排篮网店出网了 王亦凡这点的速度还是可以保障的 王亦凡这点的速度还是可以保障的 冲进来打的这个短球 最后挥避速率也很快 我们说这几个年轻的攻守都各有特点 中国队拦回 好球 许家南背电 这个短球 我们的把边篮网 应该是二传许晓婷 这个把边篮网的取位 没有取好 被卡罗斯给拐了一个直线 把边不是许晓婷 是周月彤 把边把的太靠里了 去拦卡罗斯的发力线了 把直线露的比较多 中国队重新换上孙海平 王亦凡上来之后 就敢于发挥 所以他是这支球队的队长 不切场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1米88的身高 他是05年2月2号出生的 也是我们国庆队的队长 卡罗斯跳发 卡罗斯的跳发球以长线为主 基本上都是发向了 我们的后排 后驱 因为他身高不高 所以球的弧度比较高 从慢动作的这个旋转来看 也有一定的侧旋 发现失误了 进入到第二局的第二次技术暂停 中国队比分领先 中国队这场比赛 只要战胜菲律宾队的话 就可以提前一轮进入到八强 但是八强也不是 中国女排的主要目标 进入八强的难度不是很大 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讲 要把小组第一给拿稳 在昨天同越南队的那场比赛 其实就应该是一场 小组第一的争夺战 好在在这场关键的争夺当中 中国队是笑到了最后 B组的小组第四 很有可能是澳大利亚队 因为B组的这个水平的差距 还是比较大的 球队军队打了一个短平块 3号复攻多明哥 东明哥的身高是1米75 好球 好球 张语山下撤的防守 中心 一单 菲律宾队的反击 球没有过往 菲律宾队的反击 他想 Punicou 中国队十七比十五领先两分 前排两点攻 这已经是被二船直接吊死的 这个第二个球了 菲律宾队的二船 他这种吊球的隐蔽性确实比较强 我们前排篮网队员 这个时候在网口的篮网 主要在盯攻守 这种球需要我们的后排防守队员 有这个意识 当对方二船拿球的时候 我们要有这种无球意识 跟进来去防防吊球 不过刚才古茨曼的这个吊球 吊得确实也不错 好球 庄宇山拐直线打手出界 很有激情的一位球员 庄宇山是来自福建的选手 这球他其实不是拐的直线 是打的斜线 对方形成了破坏性篮榜 接应 7号古马堡在反轮4号位的进攻 戴手腕打斜线 在排球场上的力量 比较大 所以你的球会比较重 像刚才古马堡这个球 他手腕带腕速度比较快 所以这个球是很快 但并不重 菲律宾队发了一个运气球 把比分追到了18平 考验中国队的时候了 考验我们年轻小将的时候了 在18分的时候比分打平 如何去应对 好球 胡明元打了一个背快 刚才孙海平在网口上的调整 也非常好 球有点冲网 但是孙海平背传 给胡明元给立住了 胡明元跟进的也很坚决 天才是调整的 小将来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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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菲律宾队无功 哎呀 这球 有效篮网 别乱 王亦凡在2号位的进攻 主裁是盼这个球 中国队得分 球打在界内 菲律宾队请求了应援挑战 刚才有一个关键的上球没有上好 比较可惜 界内球 这球压到了边线 压到了外线 很惊险的一分 明内赛斯也比较有经验 英言挑战失败之后 菲律宾队没有拿到这一分 他很快请求了暂停 请教育律宾队 还要去救出 那两个人 就去救出 来吧 多了 好高兴 好高兴 就走 走 先坐 好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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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中国队比分领先 应该是19比18 20比18 中国队领先2分 忽敏源在等邵生 也比较有经验 时时刻刻都在看着主裁 生怕漏掉了邵生 邵生想起之后8秒之内必须发球 不然就直接被判掉这一分 像这种中段对于比赛节奏都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队的六位国庆选手 分别是4号王亦凡 6号庄宇山 13号庄新如 这三位球员都是打主攻的 9号复工张宏紫燕 1号接应李雪萌 还有11号自由人五星宇 他们都是参加了今年的亚青赛 随队获得了亚军 也是在亚青赛赛场上主打的球员 比赛打到第三场 应该除了复工9号张宏紫燕之外 其他的队员都已经登场亮相过了 年轻队员也是中国女排未来的希望 这个阶段对于他们来讲也非常的关键 也很重要 希望他们能够把握住每一次大赛历练的机会 不断地去提升自己 曹婷婷 曹婷婷在2013年全运会的时候 代表山东队是拿到了女子青年组的冠军 她是97年出生的 她当时打青年组的比赛是2013年 现在在这支队伍当中 她已经属于大队员了 胡敏远也时刻在保持热身 因为她等会还要发球 胡敏远也在提醒场上队员 因为她是我们队伍当中年龄最大的 球发得不错 好球 反应很快 中国队这一轮 王亦凡一直是在2号位进攻 刚才孙爱萍是在4号位参与篮网 现在王亦凡应该是回到了4号位 刚才的这几个球打得有点乱 感觉前排有点缺攻守 踢不上来发球的是13号主攻守卡耶塔诺 场上队员不要受这些情况的影响 它小事 借好一传 卡罗斯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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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ses 从几次 打准 好球哦 这球是二传 孙海平篮的 篮王取位很准确 周月桶篮的 周月桶篮的 这个球没有拦住 中国队拦网出界 但现在的比分 对中国队来讲很有力 古马堡拐直线 反击当中的快球 快速地抓掉 篮王没有拦住 菲律宾队抓了一分 这种比分上先不要去想进攻 先把一场给接好 我们前排是三点攻 王亦凡的一传没有接好 菲律宾队把比分追到了22平 这一轮王亦凡是在前排 菲律宾队的接应 古马堡发球针对性也比较强 中国队应该是要叫暂停了 换人了 换上了吴孟杰 尼斯公没有打下去 尼斯公没有打下去 吴孟杰上来之后 在4号位 进攻就拿下一分 高点的一个小斜线进攻 这一分很关键 刚才中国队是被连追了3分 把比分给追平 吴孟杰发球 好球 关键狼王 拦住了菲律宾队的快攻 中国队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曹婷婷直上直下的拦住了菲律宾队的复攻 追身发球 卡洛斯这球进攻难度很大 只要是菲律宾队在最后的这个关键的一传上没有接好 这样的话 中国队是25比22 又胜了第二局 现在大比分2比0领先菲律宾队 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现场 这是菲律宾的菲儿体育馆 一同来看中国队 2022年女排亚洲杯小组赛的第三场 同菲律宾队的比赛 现在是双方的第三局 前两局比赛 中国队是以25比16 25比22 目前大比分2比0领先菲律宾队 第三局比赛还是吴孟杰来首发 第二局 换下 吴孟杰换上 王亦凡之后 其实对于王亦凡来讲 上场之后的进攻更好调动一些 但是一船还是需要去找手感 所以在第二局局末阶段 中国队一船是出现了一些起伏 菲律宾队的坚硬古马堡是想借手 但是没有借到 第二球直接失误 是的 撤出桑 这是要换回 菲律宾队有下篮马 打手之后这球变现 落点比较靠前 好球 周悦彤的后二进攻 周悦彤在这批年轻队员当中 他的篮网技术还是不错的 在同韩国队和越南队的比赛 他的篮网的数据都能够排在 球队当中的前列 另外就是很敢于发挥 心态比较过硬 吴孟杰小斜线 菲律宾队的主攻18号卡罗斯 把这个球给直接防飞了 今天吴孟杰的进攻打出来了 线路分化的也不错 好球 好球 古马堡已经拿两分了 第三局开局在二号位拿到了两分 全部都是借手 把边篮网的取位要想一想了 古马堡这两分 第一分是打直线 第二分这个是有意的去打二直线 吴孟杰 吴孟杰 现在来看 菲律宾队在第三局又站出来了一位攻守 同样也是一个进攻点 就是在二号位 古马堡这点 开局连拿了三分 现在古马堡轮转到了后排 好球 这是今天吴孟杰打得最漂亮的一个后攻了 形成一对一之后 这个落点打得很浅 很敢下手 抢了一个中线 6比4 又一个 古斯曼挺有特点的一个二船 尤其是他的调球 挺消耗他腰腹的 背调中国队四号位的小脚 好球 后面员在网口上看得很紧 好几次 徐佳南 这球的力量没有卸下来 球防得比较远 第二下已经接应不上了 但是23号佳南扎这球的落点扣得比较浅 防守有一定的难度 这防守一前扑之后这球就容易冲出去 赵羽山 二财示意这球是打手出界 应该是打到了标志杆的下沿 也形成了一个戒外球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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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股堂那边就行 来啊 郎安 正对四公子 我跟你说 后台可以放 因为他都是开球 可以 能来得及防 对吧 防就行了 后台就 别死了 这事吧 动就要防了 我稍微说说 他扣扣得起来之后 你快点不用 你进来之后 你扣球要是这个快速 你喊短一点 你的主动喊散 长喊散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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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传到后面那个球 就是后面防守的来吧 就后面防守的来 好的好的时候 我不应该晃你懂的 没关系嘛 就是后面是主动的 他假如真跟那个球了 你反正咱俩要主动一点吧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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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没关系 别着急 别着急 深呼吸 深呼吸 慢一点 慢一点 不着急 别通动力了 紧急地打 同学打 行不行 对 行 对 行 虎密元也很有大队员的样子 其实虎密元是中国队 比较有特点的一位复工球员 他的球是快快球 打得很快 现在菲律宾队的主攻 在斜线扣球上也注意到了 这个落点的分化 腰线 斜线 甚至在腰线前提 腰线和小斜线之间的这种球 就对我们的自由人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许佳南可能要通过他的 这个倒地的旧球 这种扑球来去防守 甚至这个防守的取位 要再去调整 8比8平 刚才虎密元扣球失误 刚才虎密元扣球失误 不许佳南达 他将写去没底下 写后暂时 中国队的藍王还是没有拦住 来 但是 手心不好被对手给借手 菲律宾队比分反超 9比8 23号加篮扎 八球发绝之线 追发吴孟杰 宽季之道很有经验 暂停很及时 不好打 你想想 不要往车就起钩去 挂成了 为什么你打带出去了 你上这边 就打高球行不行 你这负了吗 不要自私 挂心这全是负了 真打啥的啊 你上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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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上个周期是 中国男排的副教练 然后这个周期是国欣队的主教练 这一次女排亚洲杯也是带队出战 12号二传 古斯曼 这一轮已经让吴孟杰不接一传了 让周月彤来接一传 尔才又吹了中国队一个轮丝错误 中国队的队员和教练失意没有 这个轮次可能要去再去讨论一下 到底是不是轮次错误 排球因为它是要轮转的 场上队员是要轮转的 你同排的要遵循左右的位置关系 然后前后又要遵循前后的位置关系 中国队想两点换三点 上场的接应是四号王亦凡 保持前排三点进攻 另外让王亦凡上来打接应的话 吴孟杰也能够留在场上 发挥他强攻的作用 王亦凡也可以参与一传体系 他和庄亦三两个人加自由人 三人借一传 王亦凡上来之后就打了一个前交叉 一个战术球 比赛到这个阶段小差距比较多 我们场上队员需要想办法去克服这种困难 自己要调整过来 不要受这些小插曲的影响 这球是压在了底角处 是一个界内球 菲律宾队的挑战没有成功 大家在场上应该互相提醒提醒 专注于比赛当中 这球主裁吹得很坚决 吹了菲律宾队的前排队员过往击球 复攻六号帕纳加 刚才这个回合球 庄宇山在后排 第一个是在后排的五号位 这个防守他是一个补位防守 防得非常好 第二个球也防到了 虽然倒手球的感觉差了一点 但是连防两个在这个比分上很不容易 菲律宾队叫暂停了 菲律宾队在同越南队的比赛当中 他的两位复攻一共是拿到了13分 但是今天复攻的表现并不好 复攻这点的进攻 基本上是被中国队篮网队员给看住了 得分很少 10比12 中国队比分还是落后 好发球 三点攻 好球 高质量的短平块 曹婷婷 给我加攻 冬离 和曹婷婷两个人的配合还是不错的 这徐晓婷光替不登场之后上来 给曹婷婷卫的оз tender 比较舒服 好球 布朗王跟掉 菲律宾队无攻了 好球 吴梦杰在4号位拐直线 帮助中国队打了一波小高潮 把这个比分也给追上来了 12平 这一轮的战术就很丰富 王亦凡上场之后 打接应位置 他战术球就是前交叉 也比较有牵扯 1对1了 菲律宾队的接应在反轮4号位 打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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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宾队 打中线 今天吴梦杰这点对中国队来讲也很关键 你看球队在比较困难的时候 甚至说是在追分的时候 只要把球能够给他立在王口 他这点成功率能够保证在50%以上 甚至于更高 所以二船组织起来会比较踏实 王亦凡今天发球发得不好 上一局他的发球也是出现了失误 好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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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晤birth 打工 籃網破壞的比較多 這麼來看的話 古馬寶他這一點的進攻 有一定的力量 所以這球總是能夠打過來 籃網手還是要再硬一些 吳孟傑的一傳直接接飛了 腳下沒有站定 16比14 菲律賓隊領先2分 來到了第2次技術暫停 挑戰 有機會 有機會去搜索 但我們可以去搜索 我們可以去搜索 MG 打工 還好 我們打工的打工 準備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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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宾和菲律宾 幸運 在追分的時候 先想辦法把發球給發好 然後菲律宾隊在第三局 起洋宮主要是給古馬寶 但是現在古馬寶 應該是輪轉到後排了 古馬寶發球 有點亂 場上有點亂 寬奇知道叫暫停了 這受遺傳的影響還是比較大 王毅凡是後排了 就給你壓力 這局還必須贏我告訴你 我就讓你們打 你 起來 就你四號位和後三 就給單腳杯飛過拉出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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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員在場上有點懵 有點愣 所以寬奇知道叫了一個暫停 讓我們場上隊員的專注度 再回到比賽當中 接好一傳 接好一傳 好球 莊羽山斜線 速度打得很快 這球莊羽山跳得也比較高 落點很淺 釘地板的進攻 很長士氣 整個隊換人發球 換上替補的主攻 莊羽如 打手出界 18號卡羅斯打手出界 你看接下來菲律賓隊這一輪 他的主攻手18號卡羅斯 和監獄7號古馬寶都在後排了 前排兩點攻 中國隊能不能去抓抓機會 好球 莊羽山4號位再下一個 年輕人在場上就應該敢打敢拼了 這種情緒的釋放也會感染他的隊友 很有必要 很好的比賽氣質 中國隊友防犯機會 對 後攻可以防 好球 中國隊雙二籃網得分 攔住了23號加蘭扎 對菲律賓隊他這一輪也比較難受 兩個今天發揮不錯的強攻都在後排 二船在組織球的時候也會猶豫 中國隊把比分追近 現在只差了一分 菲律賓隊叫暫停了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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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賓女排的主教練 梅內賽斯也需要通過這個暫停 佈置一下接下來在一傳到位的情況下 菲律賓隊這個戰術要怎麼打 怎麼把這輪給渡過去 好球 菲律賓隊會有兩輪弱輪 這是第一輪 好球 還是打不下去 庄羽山 庄羽山這三個釘地板的球 線路都是不一樣的 小斜線 腰線 這球的線路會更偏向於中線一些 也是提點進攻了 18平 好球 好球 中國隊斜線再防一個 坦頭球 轉移山 打手出界 這段時間 連得4分 剛才 剛才 框記知道這個暫停叫的很有必要 起到了作用 激勵了我們的年輕隊員 回到場上之後連續得分 菲律賓隊要做出換人調整了 這個兩點攻被卡得夠嗆 換上了17號瓦爾加斯 15號替補的二船 奈格里托 瓦爾加斯上來打接應 這是一個2點換3點 中國隊比分反超 19比18 可惜了啊 前排籃網隊員出網了 這個是掌分的時候 特別想籃網籃死 籃網出網 比較可惜 菲律賓隊是副攻發球 這是3號多明哥 他那兩個強攻還是沒有到前排 這一輪還可以再抓抓分 發球失誤 這一局菲律賓隊的發球失誤很多 這六輪發球都在拼 在前排表現不錯的莊羽山 現在輪轉到了後排 吳孟傑到前排了 好球 中國隊連續籃網 連續攔住17號替補上來的接應瓦爾加斯 郭敏元的反應還是很快的 21比19 19 一傳不好 傳得好 好球喔 菲律賓隊 這個球防得不錯 很高質量的一個防守 很高質量的一個防守 吳孟傑4號位 繼續高點強攻 第二次強攻拐直線 菲律賓隊的防守隊員把這個球給直接防飛了 沒有防起來 現在7號古馬堡和二傳古斯曼 都已經重新回到了場上 菲律賓隊的主攻進攻失誤了 23號佳蘭渣 佳蘭渣輪轉到前排之後幾乎就沒有得分過 在這個關鍵的階段 這也是排球比賽的魅力 一直在輪轉 沒有人可以一直在前排 一直在自己的舒適圈裡邊待著 對 吳孟傑4號位強攻 幫助中國隊拿到了這場比賽的賽點 24比19 中國隊手握5個賽點 庄宇山在前排的輪次連得4分 到後排的發球 也保持著攻擊性和穩定性 表現不錯 居家南面對對方的斜線重扣這球的力量 還是沒有卸下來 沒關係 打好一次攻 現在手握很多賽點 12號 還有古斯曼 吳孟傑4號位釘地板 這樣的話 25比20 中國隊又勝了第三局 小組賽的第三場比賽 3比0 戰勝了東道主菲律賓隊 取得了小組賽的三連勝 這場比賽 中國隊打得不錯 兩支球隊携手 貢獻了一場精彩的比賽 向中國女排表示祝賀 中國女排明天將休賽一天 在後天將對陣小組賽的最後一個對手 伊朗女排 好 各位觀眾 這場比賽的現場直播到這就結束了 感謝您的收看 再見